这就是很多人都推荐的草莓糖冰 那吃起来有什么特别令那么多日本人都慕名而来呢? 大家好,我是Carrie 今天在日本30度,也算是几个热的一天 所以我就来了一件我想做很久的事,就是吃冰 我待会要去的地方就有很多日本网民都推荐这间店 听说这间店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排队专专吃刨冰 尤其是去到8月份,通常要等9个字以上 我们今天都叫来适合时间,但都要等20分钟才可以进去 排队的时候,店员会先给我们选菜选菜 坐下之后才会再点餐 除了甜品之后,也会提供一些正餐给客人吃 大家 其实这一间,那么出名的是刨冰的地方 反而不是一间刨冰专卖店 他一间拥有79年,就来80年历史的和果子路 这间和果子路店一共有三层 第一层就是买和果子店 第二三层就是被人坐下,可以去哪个地方 这间店最近都很适合日本当地的欢迎 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刨冰的造型很适合被人打卡拍照 所以提供了很多日本年轻人来打卡 这间店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刨冰可以选择天然冰 或者普通冰 什么为之天然冰呢? 就是在大自然的湖或者池里面 而用自然温度结成的冰来做刨冰 那我自己吃起来,就觉得天然冰会偏向棉花冰 那种感觉就是比较绵绵一点 那我们也叫了这个期间限定的蜜金味刨冰 虽然它的外观看上去是没有放到果肉 但其实吃起来,在酱料里面都会吃到一丝丝的果肉 那这间店就是在山手杏的木柏车站附近 来车站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 不想来到排队这么久的话 就记住不要在2点3点这些Tea Time时间来啦 那今天我就吃了两宝的刨冰 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草莓 所以我会比较推荐草莓刨冰 但其实这间店里面 所有的刨冰分量都相当之大 吃起来都只是有一种很清新很清新的感觉 令人一直想吃下去 那今集的内容就到这里 记得分享出去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今次我chip jing来到京版 为大家收落了很多吃买玩的资讯 指想去京版旅游指南已经面世啦 指想去京版操作简单又方便 快点去指想旅行的网站 免费下载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